我不是說想上去當一個生意發展 我是想見到內地的醫療體系 和香港的醫療體系融合 順利發展 因為如果你作為一個香港的醫生 如果你已經建立了你的專業地位 你上去大陸是沒有一個好處的 你一個人在香港做的事 上去大陸也是做到那麼多 你在香港講得不好聽 你賺的錢上去大陸不會賺得多過香港 除非你做生意 但是我不是做生意的 現在因為他放款了五年可以上去 會不會有新的同事有機會上去 肯定有一部分人有興趣 我可能介乎那些初級醫生 以及一些已經建立了專業地位很久的醫生 一些比較新一些的專科醫生 可能會覺得在那裏發展 他事業一個理想的地方都沒有 不過少數我想 剩下的時間不多 只有一分鐘 我想問一個我自己都關心 因為很多人就批評香港醫療體制 其實不太健全 因為中醫或者其他的那些醫生 即非西醫本身正統 就沒有辦法有一個正統地位 那你會不會覺得中醫 特別是內地 其實可以藉助一下 幫助我們改善整個體系 其實已經在藉助 因為最近這幾年 就算醫管局發展中醫 都是在內地 請一些中醫教授下來的 不過這件事上面也要平衡香港本地的中醫利益 因為如果你全部內地的中醫都下來了 也都不多不少的影響 因為香港中醫是註冊中醫都四千多 加上西醫都已經一萬四千多 還有三千、二、三千是表列的中醫在 所以這個利益都要平衡 好了 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很感謝高醫生 上來接受我們訪問 講了這麼多 好了 今天留米一個也提提大家 接下來的星期日 就是我們的選舉 就是港島區立法會的補選 選舉方面呼籲大家記得投票 下星期一會有飛哥的 再見 拜拜 多謝